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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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鸟狗 鸟 鸟 鸟 这个是生活 鸟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视频的内容呢 就是关于一个开箱 这个是我之前在微博上面 转发了一个日本直游的一个网站 然后之后中奖了 正好中的是那个 一个福袋 福袋我选的是护肤的一个福袋 这个网站呢就是一个 日本就是好像护肤 然后零食 还有彩妆 是一个什么都有的网站 它只有 其实还挺快的 因为它用的是那个EMS嘛 其实这个呢 应该早就到了 但是强烈谴责一下 就美国的那个USPS 我真的是无语了 人家明明地址上写了我的apartment number 然后他就整个就找不到 那我就真的是挺无奈的 Anyways 我就是收到了 加加这一个福袋 这个福袋里面东西还挺多的 废话不多说 就让我们看看这个福袋里面 都有什么东西吧 它第一件东西是一个面膜 这个面膜我知道大家应该也都听说过吧 这个还挺有名的 它是一个保湿的一个面膜 里面一共有五片 这个上面写的好像是写的是没有香料 然后低刺激 我觉得应该是敏感肌肤也都可以用的 因为家里面膜其实暂时还挺多的 但不过就是说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面膜到底好不好用 想要我写一个review的话 你可以留言给我 第二样产品是这一个 其实我那个今天早上拆了用了一下 因为我家里的面霜刚好用完了 它就过来了 这个面霜我知道大家应该也都有听说过吧 这个面霜其实还是一个挺有名的 它是保湿的面霜 应该就是给干性敏感肌肤都可以用的一个面霜 这个我刚刚才用了一次嘛 究竟效果到底好不好我也不太清楚 等我把这个面霜用完了之后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面霜到底好不好用 但是其实我看网上有挺多评论 都是这个面霜超好用的 那下一个是一个防晒 这个防晒是也是挺有名的吧 这个精管的防晒 它是有SPF30 PA4个加 这个其实我在网上有看到别人做功课 就是说这个是比较滋润的防晒 比较适合秋冬来使用 我CPB那个防晒还没有用完 等到我用完那一个 我再打开这个面看看效果究竟怎么样 但据说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再下一个是这一个化妆水 它是美白的一个化妆水 这个牌子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牌子 但好因为大家知道化妆水 用的都还蛮快的嘛 我到时候试一下 看看效果究竟怎么样 看好不好用 再下一个产品呢 是这一个 它是什么 它好像是一个 眼部的一个精华 有17毫升 这个精华我好像也有听过 就是在网上好像有一段时间停火的 据说是可以去水肿效果非常好 而且有好多同学用过了这个 不是好像是这个吧 用过这个之后好像说是 那个内霜会变得比较明显 没有那么多肿 我对这一款精华还是挺感兴趣的 我看一下这个效果究竟有没有这么神奇 再下一个产品呢 是一个洗面奶 这个洗面奶也是它上面写的是那个第一位 这个好像是那种比较深层清洁一点的那个洗面奶 牌子我倒是没听过 我也不知道它究竟好不好用 但是它上面写的那个第一位 我估计应该是挺好用的 再下一个产品呢 是这个 一个化妆棉 这个化妆棉它也是好像挺有名的 可以那个湿敷 这个湿敷应该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家里化妆棉没有了 而且这种湿敷的化妆棉 我还挺感兴趣的 今天晚上就用我的神仙水敷一下 看看效果怎么样 那还有最后一个护肤的 是一个唇部的面膜 这个面膜我记得我好像有用过 唯一出现的一个我有用过的 但是我有点忘了效果怎么样 因为好久之前了 大家知道冬天都很干嘛 尤其是嘴特别敏感 然后会那个更干一些 有时候你那个涂唇膏什么都会起皮 那我今天晚上也试一下这个 看看效果究竟怎么样 还有最后一个 是一个这个吃的 它是一个 Jelly 这个我吃过 我觉得口感还蛮奇妙的 就是那种很Q很Q 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 这个我吃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太甜了 还是很开心 因为最近大姨妈要来了 就特别想吃甜的 那么好啦 这就是今天所有这个服带来的一些东西 我个人还挺喜欢的 我觉得里面的东西都是我平时会比较用到的 然后消耗比较快的 如果你感兴趣这个网站的话 你也可以那个去他们网站 去微博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在国外生活的小伙伴 应该都还蛮需要这种网站的 而且它速度 主要它速度是EMS还蛮快的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 然后呢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视频再见吧 拜拜